溪水翻騰 激起的水面幾乎和旁邊的路面一樣高 八八風災以後臨時搭建的蛇龍護岸 根本擋不住如此猛烈的溪水 已經被沖出20公尺的破洞 萊益村的連外道路路基也被掏空 連上游用來保護萊益村的堤防都岌岌可危 怕說這一兩天這個雨量如果說不減的話 不是擔心這個地方會被沖破 現在就是先暫時用消波塊來做一些強固 八八災後來涉溪的溪床已經和萊益村一樣高 如果堤防被沖破 部落勢必會被沖毀 颱風來臨前提早撤離的村民就擔心部落不保 冒雨回來搬家當 來看家有沒有怎麼樣 因為裡面的家計還有 還是會搬到永久屋 不只部落外頭有溪水威脅 村裡也有水流亂串 到處都積水 村民還沒有住進永久屋 現有的家園就又再度受災 讓他們心裡很不安 平北的馬家山區雨量比來意還驚人 三天下來已經累積超過八百公里 愛寮溪水因此暴漲 逼近霧台鄉的伊拉部落 雖然伊拉變橋已經封橋 安全看綠的部落都已經提前撤村 不過從三地門通往霧台鄉的臺24線 沿途不時出現瀑布沖刷路面 地質還沒有穩定的山坡也不斷有土石流 居民的返家之路恐怕又會變得寸步難行 記者玩這位孫菜名下評論如何 Gemini Studying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